基於兒童癌症患者免疫力受損更容易受到新冠病毒威脅 飛營尼組織《現代希望之輪》和北美《現代汽車》 日前捐贈220萬美元給全國的11家兒童醫院 加大對新冠病毒的Dry-Thru測試 北美《現代汽車》表示 每家獲得捐款的醫院將獲得20萬元的寶座 《現代汽車》希望通過新冠病毒Dry-Thru測試中心 這些兒童患者能以安全有效的方式來獲得所需的護理 民眾可以登陸屏幕上方的網站 查詢更多關於《現代希望之輪》 新冠病毒Dry-Thru測試中心地址 以及最新的合作醫院名單 天下維視編輯報導